这是陕北延川县城的十字街头 一条普普通通的石板街道 这里留下了路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足迹 这是陆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开头所描写的地方 让我们来听一听陆遥当年自己的声音 就秋五年二三元节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细茫茫的玉丝夹着一行半叠的雪花 正缝缝凌凌的下大地瓢洒着 司令一快到景致 雪大燃再不会从灵 往往还摸到勒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缘了 黄土高原沿寒而漫长的冬天 看来就要过去 但那整阵蒙乱的重天还远远都没有到来 这是陕北高原上的清建县城 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 这里就爆发了最早的农民起义 清建起义 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这里仍然很贫穷 也默默无闻 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山村 王家补也是同样 1949年12月2日 贫苦农民的儿子陆遥 就出生在这孔破旧的窑洞里 他就是陆遥的生生父亲 刚从山里干活回来 因为我们的到来 穿上了这身灰色的干部服 陆遥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伤心地哭泣 而他的父亲刚强则不多一言 只是在我们告别时 陆遥的父亲流泪了 陆遥八岁那年 他老人家实在无法养活他们兄妹几人 领着刚懂事的陆遥 顺着这条山路 朝沿川县而去了 幼小的陆遥在天没亮 就被他的父亲从被窝里拉起来 连口凉水也没喝 一身单薄的就跟上父亲走了 天亮时到达清建县城 父亲用仅有的一毛钱 买了一碗油茶 全给陆遥喝了 他们忍饥挨饿 用了两天的时间 赶到了郭家沟村 郭家沟在距延川县城二十华里的一条山沟里 他的伯父王玉德就住在这里 这就是陆遥的伯母李贵英 伯父王玉德已经过世了 当陆遥被父亲领到郭家沟时 这位善良的伯母说什么也舍不得让这么小的陆遥跟他父亲给别人揽工 伯母在王玉宽同意后便把陆遥留下了 几天后父亲要走了 幼小的陆遥已经知道 父亲把他给了伯母 他站在院子一棵槐树后 什么话也没说 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从坡上走下去 渐渐消失在那条小路尽头时 躲在树后的陆遥顿时泪流满面 就是这样的遥动 就是这样的油灯下 陆遥从九岁起到离开这里 将近十多年就在这里度过 在这吞康燕菜的年月 陆遥的伯父家也十分贫穷 但这两位老人费尽力气 供陆遥上学 陆遥在他家河对面的乡村小学校里读书 当我们来到这个学校采访时 孩子们正在地里给学校挖土豆 你叫什么名字 阿丽子 你认识这位小刀友 我认识这位小刀友 等会等会 大刀 什么 青荡刀 大刀 大刀 自己大刀 他回来你见过他没有 没见过 前年回来了追说是不是 前年回来各自学校 他是不是也在这念过书 不想 不想 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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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在这儿毕业了 六年级在这儿毕业了 五年级六年级 大刀 大刀 他学习成绩怎么样 那跟我们班班长嘛 那是 跟我们班班长 就是 鞋的好的 而且 表现也好的 那时候他就住校这儿 是吧 那时候住校的 住校在哪儿住这儿 住校就在这 地下这个 洞洞地下这个 第二个要动 在饥饿和贫穷中的路遥 只有在冰天雪地的冬季 才能穿上鞋 他长得很大时 还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 学校里别的孩子 拥成堆耍闹 而他却孤零零的 远远躲开 他的裤子是破的 不敢到人前去 那时候我在城管小学 当教室 在我住的时候 发现这个 吃饭的学生那边 有一个 有一个学生 衣服穿得也比较破旧 别的人都吃的是 团子整磨什么的 路遥吃的是那种 这么大的 那个大外里边 菜和扛那些整的那个 团子 团的结构很差 这种学生一般都 带不起凉 吃饭子的时候 跟着路遥也是这个 面对这个墙卷 在那儿被个人吃 当时更大的印象就是 这个学生家孩 家庭比较 挺苦的一些 后来到我上图画课 那时候跟那家带那个图画课 图画课的时候 路遥的就 因为造这个计划 就跑到教室外边去 有时候在外边有个人 他说 他给自路弄什么的 或者是外边有个挤的 他就盖挤的 也就出去 这就在这一堂课 就不怀然了 后来我慢慢 观察到 这是这个啊 莫学习用具 那时候我就把那个 教室上课用的一些 水彩颜料和字 给了路遥教路遥画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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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